纽约时报的美食栏目发了一个食谱 描写的是韩式部队火锅 并介绍称 这道菜起源于朝鲜战争 最早是用美国陆军剩余的口粮制成 我们应该知道 部队火锅对于韩国的重要性 几乎是他们拿来招待客人的必备大餐 那么有人公开说 他们的美食是剩菜剩饭做的 他们不生气 韩国网友还真没生气 还评论说要感谢美国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由于韩国的历史不长 所以部队锅的来历很容易追溯 正如纽约时报所说 部队火锅来自于朝鲜战争时期 1950年6月25日 朝鲜人民军以突袭方式越过线组织国军队参战 其中以美国军队为主力 扩大清朝战争 本就因二战而困苦不堪的当地民众 继而因持续战事 面临时务更为匮乏的情况 与此同时 美军为了解决补给问题 将大量的物资运往韩国 其中就包括了大量的午餐肉罐头 罐头是美军非常常见的食物 因为它保质期长 食用方便 还有着高热量补给 然而 这些午餐肉罐头却非常不受欢迎 这些午餐肉罐头是在二战期间生产的 质量参差不齐 一些罐头已经出现变质 铁锈 腐烂 变色等情况 另外 由于生产过程中 添加了大量的化学防腐剂 这些罐头的味道和口感也相对较差 不符合士兵的口味 尽管如此 由于罐头便于储存和运输 美军依然大量供应 以保证战争期间的口粮供应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据一位曾在朝鲜战争中服役的美国老兵回忆 在战场上 美军士兵会用手榴弹或者火箭筒将这些罐头当成靶子进行训练 而此时的朝鲜当地人民却因为战争的洗礼一穷二白 美军丢弃的午餐肉罐头对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美食 当地人会去美军的驻地附近寻找被遗弃的罐头 有条件的也会拥有价值的物品跟美国大兵进行交换 如果没有贵重物品也可以用妇女的身体去换取这些美军不吃的罐头 当地人得到这些罐头后回去用辣白菜和其他能找到的食物一起煮熟 就成了最早的部队锅 当然时至今日所有食材都已经是新鲜的 但是这段历史确实并不光彩 其实评论区中也有外国网民提出批评 认为美媒宣传这道菜是在显示其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 然而韩国网民却并没有同他们一样愤怒 反倒为这道韩餐获得关注而高兴 甚至有人反驳称 没有韩国人会认为部队锅是被美国占领的象征 韩国人感谢在美国帮助下摆脱贫困 说到这里 大家应该理解韩国人为啥不生气了 因为即使美国媒体说的再难听 这件事确实是事实 无法进行太多反驳 本来也就是这么一回事 当时穷怕了恶怕了 吃点人家不要的也属无奈 但是后来让我惊讶的是 某些中国同胞怎么还不乐意了 某中国逼用现在部队火锅的做法 去反驳这段历史 这就有点没必要了 过去的部队锅没有方便面 就是美军临期或过期的午餐肉 加辣白菜和面条一起煮 别的就有什么放什么 比如豆腐 吃这种部队锅长大的一代 对此进行了改良 才有了今天加方便面的部队锅 如今的部队火锅确实跟那时候不一样了 但是部队火锅的来历不会因此而改变 后来美国在朝鲜半岛南部承认了韩国政府 并对其进行了支持和保护 此后美国和韩国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军事和政治关系 包括美国在韩国驻军和向韩国提供安全保障等 这些举措得到了韩国人的认可和感激 在韩国人眼中 这些都是美国为韩国的自由和繁荣做出的重要贡献 因此 韩国人对美国有着深深的尊重和感激之情 韩国与美国的文化交流也非常密切 美国文化在韩国广受欢迎 在韩国 很多人通过学习英语 追看美剧和电影等方式 接触和喜爱美国文化 这些因素也促进了韩国人对美国的尊重和信任 所以现在即使美国媒体揭开了这个伤疤 韩国人也只会欣然接受 还会感谢美国